网土豆丝里加入几个鸡蛋做出来的成品美味又营养 孩子每天都炒着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没有丝毫的难度 请先点赞收藏起来 可以做给家人吃哦 土豆去皮洗干净 先切下一片 这样就能稳稳的立在案板上 再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 这样不会打滑 很好操作 切完把土豆片码平整 再切成细丝 切土豆丝最主要是手能生巧 片要切的均匀 这样切出来的土豆丝也比较细 全部切好装在一个大盘里 再一次刻入四个新鲜的公鸡蛋 加适量的食盐 还有少许的胡椒粉来调味 再来一把小葱花增相 用筷子搅搅匀 这里不用额外添加面粉或者是淀粉 因为土豆本身富含淀粉 能够很好和鸡蛋充混混合在一起 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碗里加少许的盐和鸡精 再来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小半碗的清水 搅拌均匀成料汁备用 起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微微热的时候 把鸡蛋土豆丝一起倒进去 这样筷子整理摊平整 开中小火来慢慢烙制 也可以晃动晃动锅底 让饼体能够均匀瘦热 煎到边缘有点微微的焦黄 说明一面已经定型了 利用一个盘子把土豆鸡蛋饼翻面继续煎 煎到两面金黄 并且用铲子按压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回弹 不会塌陷 中间还会微微的鼓起 像这样土豆鸡蛋饼就熟了 先盛出来装盘 其实像这样已经很好吃了 但是我们还要加工一下 锅里不用放油 直接放入葱蒜小火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西红柿丁 保持小火把西红柿先炒软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烧开 烧开后把土豆鸡蛋饼放进去 中小火孤独三分钟 让饼完全吸收这个料汁 时间到这个汤汁已经变少变得浓稠了 撒上青红椒丁装饰一下 还撒上点白芝麻 吃着会更香 这个酱焖土豆鸡蛋饼就做好了 饼体充分的吸收了西红柿当汁 味道很不错哦 柔软鲜香 用来做早餐点心小零食都很好 喜欢的一定要动手试一试 也请大家给我点个键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